你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話多深 唉 好的 好的 我好多都不想討論 聽到波多野結一五個字 柯屁一臉無奈 悠遊卡爭議在台灣炒了一個禮拜 連美國華盛頓郵報也登專門討論 現在更傳出決策發行 波多野結一悠遊卡的幕後推手 就是董事長戴季權 我知道我這樣提大家可能不相信 我原本是不認識波多野結一的 我一開始是先注意到暗黑林志明 說自己不認識波多野結一 周刊卻指控戴季權從頭到尾都知情 正是因為行銷考量 決定製作販售爭議悠遊卡 據傳8月27號戴季權和柯P見面 用大數據資料說服柯P 說網路支持賣卡的意見一面倒 別光聽輿論 否則將對忠誠支持者產生衝擊 讓柯P產生錯誤判斷 萬全市府某位執書長官 常是打給戴季權 希望終止發卡計畫 戴季權卻不接電話 我們是被裝確定機子 想像力太多了 市長他那個檢討報告上來 沒有沒有 叫柯教授改報告你會痛苦 要用報告懲罰代季權 北市府想讓風波快快平息 但真悠遊卡到底怎麼誕生 誰決定要賣誰該負責 真相沒釐清 爭議恐怕越燒越旺 記者綜合普通